那人那生那身共闻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却看岁月问梦 回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行万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太凌乱前抗聚丧 从你幸运为难 春秋长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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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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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林主上 宁朔飞鸽传来消息 豫章王大军开拔征战简宁王 豫章王妃正在回京的路上 来人 章子 你把这个送到辉州 交给辉州的刺史无签 这个快马加鞭送给简宁王 是 孙子 王妃怎么好端端地叹起气来了 当初离开辉州的经历不堪回首 从此与锦儿分开 现在都不知道她在何处 虽然没有见过锦儿姐姐 但是终日听王妃提起 她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孙子 刺使吴迁 恭迎豫章芒妃入城 吴刺使辛苦了 下官先前护卫不力 令芒妃被歹人挟持 下官 下官 事发突然 歹人计划周密 你也无需太自责了 芒妃大人大量 吴迁感激不尽 恭迎豫章王妃入城 是 这不像去刑馆的路啊 宋将军 你这边请 你往这边请 请 吴四神 你这是要带我和王妃去哪儿啊 王妃 为何不往城中去 宋将军和一众将士一路辛苦 下官已在驿馆备好酒窑 为其款待 下官自当亲自护送王妃回刑馆 王妃所在之处 末将不敢捎离 宋将军您有所不知 刑馆乃王妃旧居 只怕旁人不便打扰 也与理不合 吴四神和宋将军 怎能算是旁人呢 我正想邀请二位同往刑馆 尝尝我私藏的佳酿 这 多谢王妃圣经 只是这一众随行将士 只怕人多嘈杂 怕打扰了王妃的清静 吴四神说笑了 王妃只是体恤我等将士劳苦 设宴与众同落至于怎么安排 稍后自然 客随主便 议馆中酒窑已经备好 怎么吴四神变得如此不尽人情了 宋将军一路辛苦 难道不能跟我们吃一顿饭吗 这 王妃默契 此前有王妃欲劫前车之箭 下官不得不谨慎哪 还要调集人马 护卫王妃 王妃 停 跳头 宋将军 宋将军 来 宋将军 来 宋将军 宋将军 驾 驾 走 驾 驾 快快快 这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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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赶了一天路 我有些头疼 停 停 停 宋将军 咱们又停了 王妃 驾 无此事 王妃这几日长途跋涉 突厥不适 头晕恶心 需要宋将军到城中去找药 这 这就药到了呀 宋将军 无前有诈 你要见机突围 若是敌众魔寡 万万不可应聘 指此屋前往南郊兰月庄 我叔父在那儿安插了一队王室安卫 调集他们前往京城求助 再派人进去通报大王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宋将军 宋将军 把我保护一下 来 来 来 我们 我们 快拐着 都把他们给我抓住 一个也别帮跑 王妃别怕 千万不要伤害于将王妃 让我留活子 王妃 王妃 兄弟们 给我冲 走 把风轩给我抓住 千万别让他跑了 走 让开 王妃 下车吧 王妃 大王 属下代人清点了简年王大军残留的造计 搭造共一万五千上下 怕是与我们争夺时间走得匆忙 并为全副收拾妥当 就算一个锅造可供十个人参食 那简宁大军顶多也就十五万人 但是军情来报 可说他们有二十万人 问题就在此处 还有五万军将与大军分离 这简宁王又为何要兵分两路 久闻简宁王是一代名将 只是当年跟皇帝夺地失败被贬出京 现在看来 果然心思缜密啊 要我说 管他兵分几路兵在何处 关键是 要知道他意欲何为 简宁王 只有一个目的 京城 因为咱们宁朔军的存在 他不敢贸然攻击京城守军 所以不管他玩什么花样 让咱们滞留在此地 就是他想要的 大王说的是林良关 那里倚仗长江地势一手难攻 属于徽州地界 那徽州自始无迁 不是丞相的门生吗 有他咱们大军过江 那不是一如凡着 是吧 大王 属下觉得 我军日夜兼诚 只要简宁王 他还没过灌州 我们就能赶上 到时候和他守卫难过 定刻解了林良关之危 按照常理 我军日夜追赶 应在昨日就与简宁王之君 狭路相逢 可是按照今日造计的情况 他们至少提前了我们两日犹豫 报 大王 灌州军请急报 灌州军请急报 灌州刺史已与简宁王相勾结 以举城投降 简宁王大军已过灌州 正往林良关而行 末竟已经未成功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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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以为靡州军 那里面才好 灌州 灌州军 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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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军 宋家军 快走 不走 兄弟们 谁要把王妃救出来 宋怀恩 你快走 王妃 宋怀恩 我命令你 马上撤离 马上撤离 撤 别让他们跑了 驾 驾 驾 宋将军 又来的几个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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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将军 接到将军的暗号 我们立刻杀了过来 有两名兄弟占王 兄弟们 请你们一定记住 那些镇帮僵尸的名字 大王他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家人的 是 现在聚齐了多少兄弟 已有三百多人 一百多人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派三个人 向大王跟京城报信 就说无前叛变 王妃遇险 是 我要暂时离开一下 如果明天中午 我们要回来 大家无论如何 要保护王妃招权 知道了吗 是 念在往日情面 我才容你在这儿暂住 但 不得随意出入 再生事端 你在我父亲门下多年 他待你不薄 如今你却背信弃义 求我再次 就因为你在回州遇见 我专程入境请罪 可你父亲 非但羞辱于我 言辞贺斥 还要学我官职 事可认 孰不可认 今日你的下场 你也要拜你的 专横跋扈的父亲所赐 由我全力相助 简宁王不日 便可杀入京城 到时候 你们王室的势力 很快便会土崩瓦解 你以为 投靠简宁王 就敌得过豫章王的 宁朔大军吗 简宁王 已亲率前锋北上 此时 你的豫章王 还不知道兵在何处呢 就算一仗王大军未盗 你们也休想得逞 王妃难道不知 灌州刺市 也已举兵了吗 你若不信 可以再等几日 简宁王 一旦渡江入城 便可徽君直到林良关 杀入京城 到时候 新军登基 我倒要看看 你的父亲 会是怎么个死法 来 来 高高在上的豫章王妃 名门望族的 上阳郡主 下官 给您奉个茶 请 你 你 你 方妇 滚出去 方妇 霍菲 这个怎么办 方妇 方妇 真是方妇 我 我要不是看你的简宁王 不是简宁王让我留着你 我走就把你 我们家的人都给杀了 家主 对 你干什么 谢侯 谢侯 下官有做的不适之处 您尽管跟下官说 我 千万不要杀害夫人啊 没想到吴刺史 还是个多情之人 老妻乃是家中导 不可杀呀 如果您真的要杀 那您连我也杀了吗 家主 好了 起来吧 谢侯 王宣 王宣哪 王宣 您是不知道 这个王宣 他实在是太狡猾了 幸好没有让他抛城 现在 他被关在刑馆 属下已经布下天鹅的地方 任何人 都别想把他救走 你动用了惠州境万守军 却让五百宁宿军 趁乱逃走了 这些宁朔军 藏匿分散 不过下官已经下令封锁全城 并派军中精英去搜索 就算把整个惠州城 翻个遍 下官也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希望你说到做到 一定 一定 至于那个女人嘛 留着她 会是大麻烦 杀了吧 你府里 早就都是我的人马了 要是不老实 莫怪我倒下无情 等等 牟将军 都下去吧 是 王妃 吴夫人来了 谁 吴夫人 妾身该死 妾身对不起王妃 妾身对不起王妃 妾身 吴夫人 你回吧 妾身确实无言面对王妃 只因夫君一时糊涂 酿症大错 妾身有愧于王妃 是你夫间所为 你又能如何 玉秀 送吴夫人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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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走 但是请王妃听我把话说完 有人让家主 杀死王妃 可能这一两日便会动手 王妃 你一定要小心哪 你此话从何而来 此话我亲耳听到 自从千元烟 王妃被劫持 臣妾心里一直愧疚 现在夫君 又把王妃囚禁于此 臣妾良心难安 特来禀告 纵使王妃不信 也请你一定要小心 好 若你所言为真 他日 王儇必报相助之恩 姑姑 使臣不走了 姑父怕是要回府了 王妃 臣妾要走了 难怪是谁 王妃莫怕 那是我嫡亲内侄 在家主麾下认数位将军 这个孩子心地善良 对大王一向敬仰 定不会为难王妃 你侄儿 可是 是 慕 慕莲 王妃还记得这个孩子 莲儿 姑姑 你定要好好地照顾豫章王妃 姑姑放心 恭送姑姑 慕将军 请留步 可否 借一步说话 王妃请 王妃 里面是王妃的起居之地 末将不便入内 你既然还当我是王妃 有些话 我就明说了 王妃请讲 慕将军 你可知罪 你身为朝廷将领 不思为国效命 反而投靠叛军 此乃不忠 既已叛变 却违背军令暗中助我 此乃不义 你堂堂七尺难耳 空服一身本领 为何偏做这不忠不义之事 王妃所言不忏 姑父已经铸成大错 慕莲助这为虐 也难脱干系 慕莲空怀报国之志 所行的 却是不忠不义 人生共契之事 将军 十年莫为见不义 而你 还未他族疆场半步 为何要与正义为敌 豫章王 不日便会率军 兵临城下 听你姑姑说 你仰望豫章王 难道 你要与他宾隔相向 你仔细想想 你在吴谦手下多年 至今 是否还是一事无成 慕将军 我想跟你说 豫章王惜财爱财 若你现在悬崖勒马 追随大王 一切都还来得及 成败取舍只在一念之间 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慕将军 我知道你心中有所顾虑 你放心 我会与大王说明 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都是迫不得已 而你和你不顾 都算是弃暗投明 我保证 你们不受牵连 还要是归顾不得eln 你或许ites 话袭至此 你若还是意意孤行 我也无力阻拦 不过 还望慕将军 散死 末将告退 王妃 您可吓死玉秀了 您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万一他去告诉那个无刺事 可怎么办呢 我心中也不安 可是直觉告诉我 此人可信 能为我所用 再说 宋将军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我只能冒险一时了 家主 出大事了 惠州刺史无牵起兵谋反 王妃返军途中路过惠州 被那无刺儿给扣押了 吴谦 吴谦 对 吴谦入我门下多年 此人生性胆小 若背后无人称有所事 绝不敢如此 你马上派人查一下 上次吴谦入境还见了什么人 按这几日前线军警走报 见宁王离惠州已不远 一旦兵不许人只许惠州 京城将无限可守 速速皇后五贵将军前来附中一事 是 那 王妃呢 向王说我去坐 是 二皇子殿下 见宁王已欣然起兵 他马上就要到达京城 我们必须拿到虎符 才能与他呼应 我会想办法从父皇的手中拿到虎符 可是皇宫 你真的有把握 这个简宁王会拥立我为帝 而不是为了他 毕竟他也是皇室血脉 在下敢用向上人头担保 皇宫就这么相信简宁王 不是我相信他 而是他相信你 我与简宁王并无太多交情 他为何 哪有父亲不相信自己儿子的 什么意思 二皇子殿下 简宁王就是你的生身父亲 大王 大军已日夜兼程赶了多日 你也一直未曾休息 如今 这晖州城已是我们的属地 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下在赶路吧 不行 不得 想当年 就是因为大义 才让本王失去了王位 这次绝不可以掉以轻亲 传令全军 明日天黑之前赶到回州 是 加速 驾 驾 皇宫啊 慎言哪 我马子律 是当今皇帝的二皇子 我怎么变成潜宁王的儿子了 二皇子殿下你还记得 你幼小的时候在宫里从来没有受过重 是我主动找的你 当初还想把女儿许配给你 由于老贼王廉插了一棒 要不然 你我早是名正言顺的翁婿了 当初你生负简宁王是非常有机会 能够登上皇位 但是奇差一招啊 被当今皇帝抢走了帝位 而我是简宁王的谋士 是 简宁王被贬至属地 但他 不甘心失败 于是 他就策划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大局 而你 就是其中的关键 这么说 我的母妃 是简宁王的人 不错 你母妃进宫前已怀有身孕 为了躲避嫔妃的简宴 不得在宫里做起了小小的幻衣女 然后谋划着被当今皇帝宠幸 相怀之后 他不得不告知管事内事 而我受简宁王之托 暗地里帮着你 帮你冲夺天下 所以 当我的母妃 在宫中饱受屈辱而死 当我自想 受惊龙烟 被太子欺凌 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时候 我的亲生父亲 救了他自己的阴谋 在一旁禁官欺骗吗 二皇子殿下 成大使者 不拒小劫 简宁王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让你背负篡位的骂名 让你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 我说牺牺牲你的母妃 就是牺牲她自己 她也心甘情愿 咱们追他便跑 也不直接迎战 你说这简宁王到底玩什么花样 咱们追他便跑 也不直接迎战 这追来追去的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要我说 咱们就该直接 捣进他的老巢 来个痛快的 你怎么像我哥一样 急性子啊 听大王的不会错 这叫以不变 应万变 惠总圣变 怎么回事 惠总圣变 来者何人 你是宋怀恩的首相 出什么事了 好 水 水 快 快说 惠总 什么面 豫章王妃有呢 快 送他去医治 是 陛下的意思是守住晖州 八剑宁王和萧綦都在门外 其实两败俱伤 但吴谦是个枪头草 我担心 此人以王儇做后身符 到时时局不妙 便会投靠萧綦 也罢 他不动手 我们自己来 一刀斩下王儇的头颅 给我带来 是 不 如若此事败落 我绝不牵连陛下 什么人 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闪开 岳飞 岳飞 末将 誓死把王妃周全 多谢末将军大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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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王妃 兄弟们 救王妃 放手 杀 站住 你是何人竟敢擅闯 我乃王氏安卫 他来保卫王妃 王氏安卫 王妃 属下庞贵 请聘王妃调剑 外面情况如何 未必王妃 院中有大批无权判局有弱 宋永连正率人 在门口处杀 请王妃 宋妃属下离开 朕卫王妃 事不宜迟 属下护宁 逃离刑馆 叛君越来越多 宋将军已经冲出刑馆 庞悔 你速去协助宋将军 沐将军现在不亦露眠 他在这儿我也会安全的 是 王妃 走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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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哭哑如前章碑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因你温雅 心难舍放不下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前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守繁华 等于海风烟淡花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约春秋冬夏 智田 智田 佬 终为你已诺而舍别天下 等沧海拾尽了千花 与你和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舍繁华 等沧海一千款变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